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行业内 孙几岚老师是我很亲密的一位前辈 他从事汉捷工作已经33年了 新的一年去拜访一下他 孙几岚老师 您好 您好 你好 小史 孙几岚老师刚刚在制造工人呢 是的 突然想起来 以前我在车店一个练习期 当时您也是这么指导我的 是啊 你现在进岛都四年多了 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我最近主要在汉捷柜杨三号线和输入S1号线项目了 这个要求的进度比较高 也在反复练习和操作 是啊 但我只要大胆心细 准备充分 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我现在不是负责转人家汉捷工作吗 然后就是里面那个衡量 我现在汉捷柳小剑 我那时主要是干铝合金的车企这一部分 所以跟你汉的材质是不一样的 对 材质是不一样的 那他那个手法上是不是也是不太一样 对 因为铝合金汉捷和碳纲 实际上它区别很大的 碳纲的练的可能是手法 而且铝合金可能练的更多的是感觉吧 是通过这种 靠一种熟练的感觉 对 通过这种不断的反复练习 邓师傅 从绿皮火车到现在高铁列治汉奸 您觉得不同的年代所面临的任务和机遇有什么不同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也有一代的责任嘛 我们那时候刚进公司的时候生产的是绿皮车 因为车速也不是太快 然后要求也不是太高 反正师傅怎么教我们怎么干 只要把活干好就行了 随着中国高铁的那种快速发展 高铁的技术它也从最初的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新 实际上我们也是参与其中 并且不断通过这种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去超越自我 与企业实现了这种共成长 你最近胖了还是受到 胖了 胖了 我原来是我现在胖的 我还是会在讲 我对你二天来推我减肥 你肯定要减肥 你肯定要减肥 你肯定要把人蹲不住 小史 作为一名零零后 你怎么想起来从事焊接这么一个工作的 我小的时候喜欢看火车在铁轨上飞驰 感觉造火车人都比较厉害 长大后我想着学人们技术 就选择在藏铁校学习焊接 火车的制造离不开焊接 毕业后火车者造火车的梦想 我就直接进入中山普山南京公司工作 我是徐州人 我之前参与过徐州三号线地铁的焊接 看着自己焊出来的这个列车 在自己的家乡能够跑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成就感 30多年前您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我是1990年进入普山公司的 当时也是油漆毕业嘛 进入公司实习的时候 当时我是看到一个女汉工的汉电汉 当时就觉得很震撼嘛 就是觉得也挺帅气的 所以正好公司要招女汉工 所以我就第一个报了名 所以选择焊接这个工作 其实啊干我们这行上 它也挺辛苦的 因为它要不断地反复地练习 然后去掌握焊接的技术 你们看到那个美丽汉花 有时候往往烫到手上 都会形成一个大的水泡 对 我之前也烫了过很多次 每天工作结束以后呢 为了焊出更好的汉缝 我会到车间的培训室呢 去练习 当时呢火花飞到身上 就是手上腿上的时候 虽然很疼 但是我也不敢动 是的 但是你要拿起你手中的焊焊 一次次地超越自己 焊出最完美的产品的时候 还是非常有自豪感的 通过这种不断地努力 与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 去跑出加速度 比如我们制造出自己的 第一个成轨的鲁针的车体 也和我们的同事们 去共同努力去搭建 全汉阶的柳格金车体的制造的平台 比如还有我们的复兴号 我们攻克了它近百项的技术难关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成就感 这就是我们2020年生产的 复兴号动车主 复兴号是我们第一个的产品 就是把我们的普生公司 这几千多人的愿望变成现实了 这也是挺骄傲的 2021年你也获得了 00后的这种南京市的劳模 你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还是坦坦实实地工作 更加努力地去提升自己的汉阶水平 让自己精神的每一道汉缝都更好 把产品的汉阶质量进一步提高 您今年有什么想做的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坚守在生产的一线 去攻克难关吧 希望能够带好更多的徒弟 也让像你一样更多的年轻人 在我们产业工人对立建设的改革 改革的大潮中去沉崩破浪 也希望能够依托我们的大事工作室 劳模创新工作室 这么样一个平台 培养出更多的高级的人才 培养出更多的汉阶工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加快建设 制造强活 交通强活 这是一个尊重劳动 也是尊重高级的人才的这个社会 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要更加努力 去实现更远大的目标 好 那孙老师我们未来一起努力吧 走 一起努力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